原廣大哥 是立於漁村文化好城及黑廣 他代理學生實力的走入漁村 現在是我們在地的雞人的 漁業界的年度盛事 漁民節任到登場 睽違18年 一次到基隆舉辦 31位優秀及模範漁民 上台接受表揚 感謝他們對於台灣漁業的奉獻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漁民節 所以全國各地的地區漁會 還有我們全國漁會 還有所有的模範漁民 優秀的 優良的漁民 還有我們在漁會的這些 機優的員工 還有機優的承銷商 那事實上 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也非常的雀躍 期待今天的這個來臨 這個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年一度的盛會 我們農業部跟漁業署 也都很高興 能夠一起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來慶祝漁民節的活動 慶祝大會在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舉行 一開場 由漁會家政班學員 利用光電技術大跳鎖管舞 讓台下觀眾享受到視覺聽覺的饗宴 今年獲獎的模範漁民 來自全國各地區域會 漁業相關公會及協會推薦 表彰共12位模範漁民 十九位優秀漁民 金融市長謝國良 率領局處首長出席 議長同志委及多位市議員 都到場觀禮 對於獲獎漁民表達祝福 基隆不僅重視漁業產業 也重視於海洋永續的發展 我們也推動各項的友善措施 也謝謝我們外木山張元堂先生 也以落實漁業永續發展 及推廣漁業文化 也獲選今年的模範漁民 我們對漁業的努力跟投入 從現在開始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而且我們未來也將成立 我們自己的基隆漁產公司 更努力的推廣漁業文化 以及漁業產業 感謝大家這一次的熱情參與 基隆能夠有大家來到我們今天 來走一走玩一玩 真的非常的開心 我們基隆的漁港 在台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也希望我們接下來 可以在漁業相關的產業鏈裡面 有不管是遠洋 近海 養殖 都可以培養出更好的一個實力 我們現在面臨更多的挑戰 我們也希望中央地方 大家共同來一起努力 希望發展讓漁民的生活可以更好 最重要是讓我們的城市經濟的發展 也可以更好 除了精采 熱鬧的頒獎典禮之外 場外還有豐富的活動 像是燈火 漁船手作DIY 還有說故事活動 都讓參加小朋友 對於台灣的漁業文化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我搖捷的 湘州上面是大的圓形 然後呢 小卷 小卷上面是圓的 加小朋友來做這個棒獸網漁業的手工藝DIY 然後也有搭配了棒獸網 就是小卷舞曲的一些講故事 對 那現場除了這些DIY事件的活動之外 也搭配了我們各區會的家政 一些漁村婦女所做的一些作品 來做一個展示 一個小卷的故事 這個讓小朋友能區分說小卷跟透抽 還有一些比較難分辨的一些魚種 那小朋友聽了也都很開心 那我們順便也跟小朋友提到 如何去抓小卷 小卷是用棒獸網把它捕獲的 全國愚民節慶祝活動 晚間在基隆地標虎仔山 施放六分鐘的高空煙火 基隆的夜空瞬間點燃 煙火連發美不勝收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好 好